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成都提出了都市现代农业业和现代农村发展目标路径 努力建设 民将水润 茂林修竹 美田迷望鼠风雅韵的美丽乡村 光明网3月9号报道 成都龙泉第32届桃花节开幕 文章说 有一种生活美学叫成都 有一种休闲方式叫桃花生活 3月9号 成都龙泉第32届桃花节正式拉开帷幕 本届桃花节仅扣花开新时代桃红龙泉一主题 以花为梅 以缕星夜 以缕富民 邀约广大游客朋友共品城市幸福 见证时代革新 按照全面落实年相关要求 通过突出文化创新 突出绿色文化 将桃花节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和天赋文化建设 中国新闻网3月11号以图文形式刊发报道 成都琼来万亩油菜花盛开引八方游客 报道说 3月10号 成都琼来市染疫镇万亩灿烂如今的油菜花盛开 从空中俯瞰大地一片金黄 四方游客纷至踏来 此次油菜花旅游节还将举行万亩花海音乐节 2月2龙台头节 传统文艺表演等系列精彩活动 展示了成都绿色发展和乡村发展的有机融合